大家好 我是小政府的主持 何文傑 今天邀請了我們TV很熟悉的朋友 我現在沒有做的 都是大家很認識的Mike Cuomo Michael最近一次在城市論壇 不是很久以前 多久 我想六月初左右 那次是講機場的第三條跑道 機管局有個建議 在現在設立現成的機場兩條跑道以外 就要規劃興建第三條跑道 提出有諮詢文件 發表諮詢文件後 很多傳媒都有報道做節目 其中城市論壇 Michael又上去代表他的團體 關注第三條跑道的整個問題 Michael我們說一下你們的組織 為何會發起 為何會關注這個議題 和你們的看法是怎樣 首先這個團體叫機場發展關注網絡 其實一開始大家都聽過 亦之前都知道 機管局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不容許機管局這種謊話精的 其實第三條跑道的計劃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不容許機管局這種謊話精的 東西繼續存在 所以就不如出來反對 然後起動了之旗之後 發覺馬灣居民原來都是受罪的一份指 就是因為機管局和民行處大家扯貓尾 又是令到他們的噪音問題沒有改善 結果就形成了一個網絡出來 大家一起反對這個新跑道 簡單來說就是對機管局提出 第三條跑道的方案的持反對立場 是嗎 是的 普通市民的印象其實很簡單 就是對政府機構叫機管局管理機場 現在它就說香港的機場就飽和了 每天的飛機都塞滿了 未來要發展 我們怎樣解決呢 他們提出了兩個方案 所謂兩個方案其實都是 在原有的機場設立角 就興建多兩條跑道 不過方案一和方案二 就是那個規模大小的問題 就是那個跑道大小 當然很多人要提出質疑 即是是否有這樣的需要 或者如果真的有需要的時候 是否一定要在現有機場做第三條 有些人提出 是否應該和鄰近的機場 好像深圳或澳門做一些整合 可能是更加好的 那即是你們機場發展網絡關心的就是 即是基於甚麼的理由 你們會覺得現在機管局這個方案是不可取 首先我要講回機管局過去的 美麗的往績 過去很多時它規劃去做一些項目 都是一些假大空的東西 令到我們真的不可以相信 譬如說01年的時間機管局就說過 不如將機場的一些北面的地方 即是這個位置 做這個航空城 有很多辦公室那些東西 另外不如在這附近建一個 一個新的客運大樓 即是2020年之前一定要建好 結果到最後又是沒有建 即是很多時他們做過 Master Planning的時間過去 都是一些很樂觀的估計 所以我們會覺得你樂觀開到最後都是不做 即是五年一次都是這樣 即是我怎麽相信你呢 有很多事都是沒有做 其次一件事就真是很技術層面的一些空域的問題 即是香港及大陸之間 如果你說在珠三角的位置 其實只有一個項目進去 以及另一個項目出回香港的空域 即是一入一出 那說的是沒錯 如果計算其他航點 即是離開香港的空域的話 是只有兩成二的飛機用 但問題是那裏佔60個的國內及國際航點 所有歐洲及北美洲的東邊都會經過 但那個位置就是很多飛機 就要爬升到15700呎 最少才上去 但不是很多飛機做到 這個空域及空場問題其實是人定的 你解決不了的時候 就算起第三條跑道 現在那個樽頸位是否在跑道 其實不是的 是在天空 其實很多輿論坊間都是這樣說 其實現在香港機場當中 那個飛機的比例 目的地是因為中國大陸及香港的 往來航班比預期多了很多 而往中國大陸城市的航機 亦都是偏向是細格一些 再少些人的二三百人 但是他都要上飛機要下飛機 程序一樣要花那麼多時間 所以令到現在機場的所謂出現把禍 但其實只不過是跟以前預期 主要行國際航班 價格都是四五百人 就已經有個落差 但Michael剛才你提的一點就是 我們往中國大陸城市的航空劑塞 其實不止源於上下航機的頻密 還要是天空上 是 航道 航道 就是跟中國大陸 相關部門初傷到今天仍然只有一個航點 作為出入口 亦都因為航點的多少 又牽涉到要排隊上海 飛廈門 飛海南島 或者飛上海 北京 上到天空都要在那裏走 變成可能編排時就困難很多 是啊 超困難的大佬 基本上是好像考科舉一樣 大家同一條路香港去北京 這個是一個最古老的航空管理方式 大陸的空域最搞笑的 就是航道附近都是這樣飛區 你飛過了都可能會被人迫降 但是我又心想 香港有這樣的制限的時間 你還站在一條新跑路 但這個基金局也要解釋 他就說這個不是我們能力範圍 我們管理香港機場 跟大陸和其他國家地區 就是航權 航道問題 我們要政府部門去磋商 我們想好我們地面這一部分 空中配合不到就死了 民航署其實很應該主導大陸和香港之間 那種空域協調的角色 但是就算你和大陸民航局 澳門民航局 深圳的中國民航署 談好了都沒有用 因為是解放軍防 對不對 所謂粵港澳的機場聯席 軍方的代表沒有黑字白字答應任何事的時候 你便起了一條跑道 等於你拿一千多元出來 之後就步步進逼 我起了跑道 你開不開 解放軍可以說不開 即是我們等於押住 即是一個賭博 我們107黨亦有去關注這個議題 那次在城市論壇我們主要關注一點 就是整個諮詢很詭異的地方 就是一個那麼重要的公共政策 竟然是由一個公營機構的主導 這一點是跟過去很多政府 對大型建設的諮詢的做法 是一個本質的分別 即是如果你有任何重大政策 甚至不是簡單很複雜 有問題被僭建 你也是要林鄭月娥披甲上陣 即是發展局要統籌很多的部門 甚至是去局以外的部門 去解決一個社會問題 好像機場是否應該要動用成 九百多億一千億的資源去建設 但是我們今次香港是將這個議題 交給公營機構主導 好像Michael所說 整個問題不是一個 一個公營機構可以解決到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政府似乎不是很重視的議題 甚至連現在政策局 都未去到政策局的層次去討論 就不要再說應該是一個特首 甚至乎是我們剛才 我們未開始節目時會閒談說到 好像是否起機場的話題 如果是一個民主的國家 會怎樣解決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大選解決 往往可能是你執政黨要上台 要競逐市民信任時提出政見 其中一點你認為香港要建一個機場 我們執政的話我們要推動五年十年 我們要建一個機場 選民市民自然會用一個考慮 這個建議是否對還是不對 而執政黨也不會輕易提出一些不必要的基建 因為他們要結帳 如果他建不成或爛尾他要加稅 他要借貸 好像歐洲破產就是這樣 希臘現在一團租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當年衝大頭鬼 要搞奧運 搞奧運的時候又要建一個機場 他建一個機場很漂亮 但使用率極低 所以大家可能要拼起一個思維 未必所有的基建一定是必須要 有可能很多時候會有些浪費和不必要 今次第三條白鬥道引發很多的討論 特別是這個討論 我覺得機管局說真的不行 不行之處是在於 機管局只可以管 去斜立局那塊地 是不是 他不是說一個很宏觀的運輸政策 譬如說可能你要說 高鐵對於坐飛機的乘客有沒有拉扯的效應 又或者如果我們真的覺得 糟糕了 是一個公營機構管那塊斜合國 那塊地的機構是不需要你的 是不是 那裏整個斜合國是他的獨立王國 他的垃圾桶都是他清的 不是食環署清的 你這樣去擺在這個 context的時候 其實就限制了很多局限的可能性 我們經常說官僚就是 決定腦袋 他坐在甚麼位置就自然會想到甚麼政策出來 工營機構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會不斷自我膨脹 很多市民可能沒有留意 香港政府其實有107個部門 有86個工營機構 去運作我們香港一個這麼小的城市 有一些機構跟這些部門 只有加沒有減 當他成立之後 他為了自己的那個繼續存在下去 或者繼續膨脹擴大 拿多些資源 他就自然會不斷找一些 可能他未必是真的需要的事去做 我不是說 基本局是真的為了擴大權力 而建議第三條報導 但是他作為一個機構 因為他的角色身份 有很大可能會將一些 對他的機構本身不利的意見 拼除了 譬如坊間很多人談論到 是否應該有一個承制鐵路 由赤立國去到深圳機場呢 譬如我自己搭飛機去 去年去長春開會 都是即吉林 我都是去深圳機場搭的 我住在將關澳 我由將關澳搭過境巴士 再駁一程機場 去深圳機場巴士 跟我在將關澳去赤立國 相差少於一個小時 所以其實很多的考慮 是可以考慮 但基本局似乎 在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之下 去將考慮局限了 對他自己有利的一些方法 是在國法地 稍後我們再回來 可以再討論 究竟金管局今次的諮詢當中 還有些甚麼的流弊 我們可以見到出來 大家可以重新思考一下 好 剛才我們小政府第一節 就講到香港機管局建議 興建在赤立國第三條的跑道 引發一個公眾的討論 Michael在網上在很多公開場合 都提出一些反對方案的觀點和理據 或者這一節我們可以先從整個機管局 在今次第三條跑道的諮詢過程當中 其實反映了甚麼問題 作為公營機構而不是政策局 它推動一個很重要的公共政策 這個諮詢的手法當中 引申了甚麼問題出來 我覺得超棒 起碼首先它有二十多 選擇A到選擇S 或選擇J很多 十幾二十個選擇 到最後只拿那兩個給你 就不想你知道究竟反對 另外那十幾個提案的理由 以及依據 技術又好空位又好環保 甚麼都不說 它就拿去對自己最有利的兩個提案出來 就算數 它就說很認真 很誠實 但我看不到它將其他那些顧問報告 拿出來亦都不拿出來 那種這樣的誠實情 即是機管局都坦白說了 就是我們在決定 訂這兩個方案出來 給公眾討論之前 我們請了很多顧問公司 找了一些國際專家 提出過很多不同的建議 就是怎樣解決我們香港機場 不客漏飽和的問題 可能方案就好多的 A至Z都不明白 但除了AB兩個方案之外 CDEF那些 它就完全不說 他提到自己主動不提 不但好像是有立法會議員 甚至在立法會裏面追問 要求他提交完整的這些方案報告出來 都好似到今日都未交出來 這個又有一個故事可以說 不差再爆買 許漢忠基本的行政總裁 他就說 他說他經正常程序給了立法會 那八個顧問報告 但問題是他只是給了議員 就不是給立法會秘書署 結果立法會秘書署的秘書 就收不到 但很多市民問他 結果有這個口同鼻咬的問題 到最後都是要 因為許漢忠承認了這件事之後 要立法會秘書署追機管局 去給那八個顧問報告才給 還要是說這個星期之內給 喂大哥 諮詢期都去了兩個月 你最後一個月才公開 你當香港人傻的 你當香港人不懂技術的 香港那麼多專業人士 是嗎 就是 個個都可以看完之後有些意見 是不是 那你連這個機會都不給人的時間 有些過份 因為今次的諮詢內容的主題 技術性都可能佔了大部份 是的 普通市民雖然可能你說 叫他A至Z的方案 你叫他很深入去了解或分析 可能有些困難或都會混亂 但可能有對這個行業是有熟悉或有興趣的朋友 其實是需要多些資料 需要數據和不同人的看法 既然你都使了公帑 機管局都可以說是公帑支持的一個機構 是的 雖然他有自己的收入 但他收入也來自於政府的很多優惠 幫助 是 注資 是的 注資土地 這樣他才運作到 那回到他就是公帑的營運機構 就是他將一些應該市民的知情權 就是擺在這邊 那究竟他收起來了 是對討論好了還是不好了呢 他的說法當然是說我要單一一些信息 那些人容易明白一點 但其實對我們要深入去理解整個問題 反而可能是幫到 是 完全沒有幫助 因為如果你看回他那些簡短技術報告 他提過有兩個新機場的選資 一個是在龍谷灘 一個是在大嶼山南邊石壁 就是用現在的島嶼 用那時的中電液化天然氣的收集站 但是最後不用了 你又說 那你就很簡單一句就說 因為那個聯繫問題 就是兩個機場就比較難融合 所以我們就不要 喂 大佬 如果是一個政策局 不會這樣想事情 是不是 就是會想想究竟空域 對未來的價值 其有開發引申出的那些 就是經濟效益那些東西 都會計算進去 喂 大佬你只是管理那塊地 所以你不用 沒有用 還有剛才Off mic也說過 跟Raymond說過 機管局和機場的航空業 是幾千絲萬樓的 這個關係 是不是 譬如說 許漢中以前做港龍的行政總裁 被國泰收購了之後 就去了機管局做 還有這次的諮詢 我不知道Raymond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就是國泰航空自己都有十幾個身份 不計工會已經 不計航空職員會 他自己都有那些十幾個身份 就說我們支持興建第三條跑道 那作為一個經常 即是立法會工庭會 是呀 立法會工庭會裏面 哇 我一看 好了 國泰航空公司 國泰假期 國泰膳食 之後還有那些 Hacko 地勤 什麼什麼 那你 哇 大佬 我怎麼救你屈肌 難道我們又玩十幾個分身嗎 請假去 他有出糧可能上班 還有呢 有一個基本國也是壞的 其實第一次和第二次論壇 都是沒有什麼人給問題去抽 很明顯就是最後那一次 他們是有叫到一些航空業的人士去做 還有就是在有空位的情況之下 都不讓其他人獲獻 即是喂 不是密室諮詢 即是你怎樣說得過 你是一個認真的諮詢呢 現在香港政府或公園機構有口 報名有口 所謂的諮詢是一個 假諮詢 是一個政治公關 即是說我做了 我們都經常去不同的諮詢會 不同的政策 即是 就要觸目的 可能就要報名 報名可能又說你遲了報 沒有位 剛才Michael這樣說 有時有人甩底不來的 有空位證又不讓你進入 即是用行政程序去阻撓你 來的時候又問你幾人 說話又要先寫出來 如果我寫得出來 我為什麼要來呢 我寫給你 不然 是吧 即是 其實是留意了一個形式化 那麼 公營機構和政府部門中間 還要大的分別就是 公營機構 剛才Michael提及過 人事上的利益關係 即是梁子民 他做完高官 走去私人機構 大家很敏感 會罵他 批評他 但是你是一個 有這麼有主管航空事務 有這麼多權力的機構的負責人 又來自於行業 所謂現在常談論的 什麼滯後利益 怎樣的問題 其實都是很大的疑問 但是在公營機構當中 大家似乎就很忽略去看 即是好像現在這個諮詢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究竟 這個這樣的 第三聯合法度的方案 剛才我們提及過 對機管局可能有利 不可能不止 對幾家航空公司 本地的航空公司 都可能對它很有利 因為又要說回本地航空業裏面的一個混戰 其中香港的國泰航空 其實屬於一個叫環宇一家的航空公司聯盟 如果橫顧全球最賺錢的航線 一定是代水航錢 歐洲去澳洲 驚亞洲是其他地方 新加坪是由星空聯盟 即是新加坪航空公司為首 都佔了 做了 如果這個環宇一家想在亞洲地方找個 下腳位的時候 一定是最好就比較近尺度 比較近的已經是香港 如果起了一條跑道 我多些飛機下來 又不用我出錢 我的飛機都是向南非 又或者我都不會 很多時穿空牆的 我好處 不用我錢我當然是去 但又要想回 你想想去岸中之前是哪裏來的 很有趣 例如說巴士廠 巴士公司要建一個巴士廠 巴士要睡覺 巴士公司自己要付錢 即是港鐵 你建一條鐵路 港鐵也要集資要融資 最多你不夠錢 政府借給你 你要付息 原來航空業 其實最大的成本就是飛機 但一定第二大的成本就是跑道 但跑道往往就是 有些國家地區就是政府包底 有些國家可能就是 政府就很大的 連公司也做了 達馬錫 即是他自己也做了 或者大陸各型的航空公司 他也做了 沒得說 但香港就不是 航空公司本身就是 民營的私人公司 那機管局就是公家補貼 如果你說 我們要動用一千億的公帑 去建多一條跑道的時候 當中航空公司的利益 如何解分 其實都是機管局 完全沒有拿出來交代 那是否有其他可能性 例如有些國家地區 是私有化機場的管理 令到航空公司要自負營 規範一些開支 那可能這些討論 在機管局一天存在下都不會發生 不會 可以問政府攤售板拿錢 為何要問 亦都沒有需要想 即是看那個技術細節 其實他是有很大的資金缺口 說的是匯豐的財務報告都不過他 即是不會借貸一千多億給他 所以他是要想究竟有甚麼辦法 他壓光整個機場 都是說只有二百多億 是不是 你壓光都是只有五份 即六份一的錢都不夠 那你之後我給你收到機場建設費 是不是 我給你販賣債 你去得到多少 是不是 做不到的 好 如果你真是這麼有吉市 你走去上市 是不是 你走去上市 那些人買你 那就買你了 是不是 不買你 股價大跌 不買你股價大跌 就是這麼簡單 你IPO我沒有人應領的 那已經反映到事實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機管局這次其實都要民政府拿錢 而且不是說一個小的人 所以這個關都做不好把不好關的時候 運防局就這樣說機管局自己放去財委會過 那又是難度 其實如果稍微有印象 都知道其實現在設立機場 當年興建的決定 都是一個去到很高層次的爭議 當然當年香港都沒有民主 惠逆信做港督的時代 知道香港簽了中英聯合聲明 草擬基本法 回歸肯定是事實的 那惠逆信就做了一個決定 他就要興建這個玫瑰園 那所謂玫瑰園 就是現在我們整個赤立角機場街 這個機場鐵路 那當時的中方 就是陳左耳 就說車位人亡 當時說車位人亡 就不是說福利制度那些車位人亡 就真是說這個基建的開支 就是擔心當時港英政府 是為了要洗清香港的錢 才做了一個決定 那麼今天你回顧 對是否適合自由定論 當然機鐵日日虧錢 再可以另外討論 但是一個城市的機場 興建與否的政治考慮 或者決策的層次 其實遠遠不至於現在 是由機管局進行 我們還未提及到 可能機管局 即不要說旁門左道 有很多方法 就是顧問費 花了多少錢 顧問費七百萬左右 對 給很多機構 在報章又買告白 頭版什麼都有 這些手法 都不是一個政府部門 慣常做的手法 當中是否有涉嫌 影響一些輿論 或者影響一些民間團體 的立場看法 這裏都是值得大家去看 就是如果開了這麼鮮例 有繼續給工研機構 拿公帑去做這些輿論的清洗 其實對我們決策一件 這麼重要的事情 是有利無害 有害部利 有害無利 稍後我們回來再講一下 整體香港公共建設的 很多問題 是 我們今日小政府請了Michael 跟我們一起講 香港興建第三條機場跑道 衍生出來的很多問題 即機管局是否作為公營機構 是否用了自己的角色 去考慮方案 以至諮詢過程 是否用了一些不適當的方法 令公眾不能夠很成熟的 討論整件事 不過回到整個討論的背後 就是究竟我們這些基礎建設 這些公共工程 究竟是用甚麼的原則 用甚麼的哲學 去做一個決定 不單止是機場第三條跑道 在很記憶猶新大家講的 高鐵香港段 亦都現在因為內地的事故 又令到香港人再次緊張這件事情 當時Michael也有參與一些 反高鐵的運動 當然有 即是會怎樣看呢 即是我們這樣幾百億 那裏幾百億這樣 即是這樣的做法是 即是你們會怎樣看呢 你想一下 說香港每年 即是現在的儲備 我講的就這樣 現在的儲備 政府不收任何的稅 兩年都夠花 是吧 很威威 但是你要想一下 如果這些資本開支 真是計算起例的時間 機場 如果政府真是 機管局真是問的 五百多億就不掉了 好了 五百多億 高鐵六百六十九億 如果一個不幸 待會亞運又得的時間 又五百多億 你知道吧 那些東西 基建很容易超支 當年機管局 蓋第二客運大樓 就超支接近一半 是不是 東亞運又超支 即是 我們不是說不給你蓋 你證明到有這個Demark 有這個需要 就蓋 但是問題是你連估算的時間 你都想著 暗低的數 到最後不行 蓋到一半 最佳撥款 你是不是不給 這種態度是很差的 因為不需要負責 即是很賴皮 完全賴皮 即是建一半 你要供下去 不單止機場 機場其實是客運大樓 第二客運大樓 又滴水又流水 又使用率低 又不方便 很多問題 市民都知道 其實有很多回歸後 九七後 政府決定的基建和項目 很多都是我們稱為赤字工程 即不單止是他營運 興建的時候 他要花很多公帑 是他每天的營運 都是要虧公帑的補貼 再具體一點 譬如迪士尼 也是一個例子 很妙 即是香港人是好地出錢 迪士尼一元都不用出 還可以收到專營權 再取得你四十多%的 話士權 到今天仍然未賺到錢 即是虧少了 這些虧本工程 是令到我們的公共財政 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以及很壞 你不要看少說 這裏有幾十億 那裏有幾十億 那裏有幾十億 一個小城市 可以承受到多少赤字工程 不行 以及政府也好 尤其是運輸和基建 很容易樂觀估算得很嚴重 大家想想 我不先計算價錢 可能在說岸旋洲大橋 岸旋洲大橋 大嵐隧道 還有青沙隧道 其實都很樂 這些樂觀估計之下的產物 你看有多少車 現在每天真的會經岸旋洲大橋 岸旋洲大橋 沒錯是會令到機場 來往機場的時間快了 但是沒有人用 是不是 因為道路設計得差 這些 起了出來 因為你的設計差 所以就沒有人用 又是一個樂觀的估算 但是良好的意願 到最後就好心做壞事 即是 如果我們大家有印象 八十年代的港產片 或者你們看新聞 香港人說要飛車 即是賽車 就經常說是公主道 公主道半夜發生了賽車 有意外 其實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距今也不是太久的日子 香港沒有甚麼路 沒有紅綠燈的 原因是 公主道已經算是最直的 最直的 可以用來捏車的地方 但是今時今日 那些高速公路在二十年三十年間 是急速膨脹的 當然有些人說 香港的道路面積不太多 但是 這些道路擴充的過程 是不是有些必須要 剛才我們說的道路 興建的時候 是否考慮得不夠充足 譬如 尖山隧道 也是一個例子 即是開到要三線 隧道內是三線行車 是很搶順 但是其實 使用率是很低 因為它兩邊的折迫 差 即是說你要繞來繞去才能進到隧道口 而根本使用量也不是那麼多 很多車都寧願去現有 撕稅 老稅 那麼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 即是 回歸之後特別明顯是見到 另外我們說鐵路 香港人覺得鐵路好像很方便 很便捷 但是譬如 最明顯蝕本的工程就是機鐵 機鐵 班班蝕 即是每一班都會知道 它是蝕本 即是跟高鐵現在的憂慮 是原出一節 即是 很多人說高鐵蝕本 即是大陸的高鐵 就算在大陸 都是很多人看 很多學者 或者官員 都是覺得會蝕本 因為原因是 營運成本高 你每張車票 你不能賣得太便宜 賣得太便宜時 就不是人負擔得到 不是人負擔得到 你的客量就不夠 但你又要繼續走 走的時候成本又高 這是惡性循環 即是 如果用管理學去講 就是他的商業模特兒 是有問題的 是的 那麼機鐵呢 香港機鐵 其實就是差不多是 所謂高鐵 動車的始祖版 機鐵在香港站開始 直到九龍站 清衣直到機場 因為他站數少 路程長 他又要走得快 每程車成本高 他又要坐得舒適 所以現在在賣 一百元 一百元 已經是優惠了 沒有優惠 原本優惠價是九十元 現在是一百元 一百元 但可能一百元 我如果一家三口四口 四口 我四口水 我已經搭到的士 很舒適在我樓下 幫我拿行李 我包夾客貨汽車也行 我當你客貨汽車 你說是人家非法做 我當你搭乘機 還給完 不是八折 原價 體錶 可能都是便宜 都差不多 我還可以在樓下接我 所以那個吸引力很差 我自己也試過搭機鐵 我真的想特地去試試 但我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我去到香港站後 我要轉回去原有港鐵線 轉的過程 你又要拿著行李行李行李 是很不便的 所以難道我去到香港站 又要轉回的士嗎 我會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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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開始就要坐直視 所以注定的失敗 到今天仍然是虧損的過程當中 落實了這麼多年 還有很寶貴的土地在中環 是未用的 港鐵站 香港站的機場快線 還有一個月台 還有一些辦公室 不是 銷售的空間 都是用不到的 現在只是一些石屎 沒有裝修的 找塊板圍著的 這樣算了 即是 中環經常說地貴 地不夠 但是原來政府預留了這麼大地 就說機鐵原來當時的預算 就說我會飽和 是 那時候預算應該現在已經要起新月台 第二月台就要兩輛車輪著開 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或者是香港人不想見到的事情 但是這些錯誤似乎又繼續重複 沒有辦法 即是這個特需政府就不需要向我們問責 即是他拿到商家 商家指著你的頭 就說起就起 那你起不起 沒辦法 政府又不可以主導民意 你已經樣衰開 這個個案是機管局 他現在就是 我不知道你區議會怎樣 基本上他現在每次去區議會 都會被人吵 即是 這個特區政府窮得只剩下 可能是那些有權有勢的人 並不回應他 那已經是沒有了 那如果你說這個機場 第三條派到這個案件 他窮得只剩下航空業 以及用香港機場的人 的商家去支持他 那即是真是何悲 我只能說 即是很多的公共事務討論 就是因為我們太單一就去看 即是很多時政府就說 我們要發展 我們要經濟向上 這個不是錯的 都是對的 但政府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角色是甚麼 即是如果每次都說是政府用公帑 香港就可以去達到這個經濟發展 那是否這麼簡單這件事 如果是的話 怎會香港才是經濟的奇跡 即是其實政府為甚麼 在殖民地時代 連起一條海底隧道 都是要用BOT 即是 購入行運動 然後交換 BOT的目的 其實當年也是一個 很聰明的做法 就是令到公共基建在一個有效益的情況下才會啟動 當時的特區政府 當時不是特區政府 香港政府也不是窮 一窮二百 即是當然沒有現在那麼富有 那個政府 但都未窮到很重要 但都選擇用BOT去建造海底隧道 或者其他基建 背後就希望是能夠做到 每一個基建都是想過度過 如果沒有民間機構願意落標去做 那應該也不值得去做 即是說沒有效益的事情 沒有錢賺 那為甚麼要做呢 但現在我們特區政府 就好像比如郵輪碼頭舉例 所謂劉吳惠蘭的年代 就是招標 招標之後 他說沒有人落標 是有人落標的 不過他說不符合資格 接著就召開了這件事 接著就說要政府起了 政府給錢起了 那這個是很荒謬 以及是一個很錯的做法 令到周而復始 就繼續產生在香港 起了很多很多這些 叫赤字的工程 那每一個赤字工程 每日扣你虧你的錢 那你就變成好像癌細胞 那你整身都生了癌 難道到時又搞 搞完一輪到最後 發覺都是不行的 又是死 因爲現在 就是 大家看到 大陸所謂 國內的經濟建設這麼快 就覺得一定是 香港如果要配合 就是要供應 做定這個東西 這些基建 可以將來見到的 但我們香港做事 一向是反轉的 很多時候都是 看到有個需求 才去做 那是需求 那大陸 怎同呢 即是你現在 是不是180度 將你的模式改變 即是你 如果是 爲何我們崇尚自由市場 就是市場永遠是最能夠 有觸覺反應 去滿足那個 剛才你說的 就是需求 即是知道哪些需要 即是立刻去開 那些人喜歡吃雪糕 夏天我去開雪糕店 冬天我轉做喝熱糖水 但如果你用一個 大政府的思維 就恰恰相反了 那樣事情就講預計 講我估算 我們要準備 所有事都先做 那出來 可能是你中的 做十樣東西 可以中的 有些東西中 真的不是說你十樣東西都錯了 但你可能有九樣錯 不要說一半對一半錯 但錯的可能都已經是 蓋上了你對的東西 可能帶來了一些 即是傷害 你可能是環境的傷害 不必要的開支 這些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你要繼續關注機場 這個資訊 九月二 但我們希望 起碼先延長一下 是吧 應該的 但最好先打電話 那就要繼續努力製造 多些討論 在九月之前趁暑假的事情 可以多些年輕朋友 多些參與 多些討論 多謝大家看我們這個小政府的節目 下個星期再見 多謝大家看 多謝大家看 ,多謝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